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我現在小孩子兩歲半 我就有時候幫他弄牙縫 因為牙齒的關係 他會說卡牙 可是牙縫會不會 越弄越大 我那個時候還用那個牙尖刷 又買錯尺寸你知道嗎 那牙尖刷太粗 完全尺寸 對 小豬是怎麼回事 醫生不是說要用牙尖刷嗎 可是放不進去啊 對啊 會不會造成 反而牙縫越來越大幹嘛的 尤其小孩子現在牙齒在長 會不會影響 小孩子是不適合用牙尖刷 因為牙尖刷有一些一定的體積 通常是老年人 他的牙縫比較大 才用牙尖刷 老年人 可是小孩有牙線啊 因為我有牙周病 所以那個縫比較大 必須用牙尖刷 不是因為我老了 好的 對不起 開玩笑 牙籤跟牙線 牙線棒呢 牙籤跟牙線棒的那個 比較硬的那個部分 像牙籤那個部分 的確是會對我們牙肉造成一些傷害的 不好 這傷害是指 就是你可能去戳到它 就會出血 出血就有感染的危險 這樣子 因為你在吃東西 口腔是一個開放性的結構 你有出血可能的細菌就會跑進去 我之前 有一陣子 我很常常用牙籤 然後在那邊吐牙 吃完就吐 吐一下 後來大概 吐了半年下來 很恐怖 嚼我口香糖 口香糖會塞到牙縫裡面 對啊 你不要挖大了 變我的牙縫 太噁心了 牙縫變大了 你知道嗎 那我覺得怎麼可能會這樣子呢 後來我去看牙醫 去整理的時候 然後我就問他 他說因為牙籤這種東西 它會傷害你的牙肉 造成牙醫穩疏 是不是這樣 牙縫它就變大了 因為你傷害到牙齦 底下的齒槽骨 可能就會萎縮掉了 骨頭萎縮 當然牙肉就掉下去了 那就會有一個 三角形的黑洞跑出來 另外還有就是我們的牙刷 牙刷到底多久換一次會比較好 其實 並不是說開花才換 我們希望是定期換 因為你的牙刷通常是放在浴室 它是一個比較潮濕的環境 所以裡面可能會有一些細菌之類的 至於是不是開花有沒有影響呢 在美國亞洲病學會的一個報導裡面 他們做過研究 有一種開花三倍的跟新的 其實效果是一樣 整體方法用對是一樣的 真的喔 所以開花可以照用 所以燙一下也蠻好的 反而不容易有時間 大概多久換一次啊 大概 我們會建議大概三個月左右 三個月 牙刷怎麼選 因為大家在選的時候 角度好像都不太一樣 對 琳瑪妳怎麼選 我是這個是3D 然後它又是電動 像板子的 就非常立體齁 它的兩側 頭尾它的長度跟中間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所以它可以讓你整個牙齒都刷得到 不是說特別短毛或起毛這樣子 然後它又是電動的 它會震 它會震 它不是每個都震 它只有那六隻黃黃的在震 對 然後所以它那個舌胎部分也可以很輕鬆的刷到 我是選擇這個 因為自從一直會流血之後 我就想說用好一點的 不是 可是你這種震反應不像電動牙刷 電動牙刷它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震得很沒力耶 對 它只是在原地在那邊 好像讓你 有很明顯的感覺 搞不好專家覺得不錯啊 真的嗎 搞不好專家覺得不錯啊 等一下我們幫你看 對 因為我現在為什麼會問 是因為我也一直在考慮電動牙刷 是不是有必要 因為我就說我這個刷法很弱 就是可能我們不好訓練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每次都覺得牙縫刷不乾淨 然後我個人是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會用兩隻牙刷 就一隻是正常的 然後就是大人的 然後我會買一隻幼兒牙刷 自己刷 刷裡面的 是你手上這一隻嗎 不是 這個是我Baby 剛剛長牙的時候 就是我會買一般的兒童牙刷 因為它比較小 因為我覺得後面的側邊啊 好刷 那個大人的牙刷 根本塞都塞不進去 然後我就會拿一個小的 像這個嗎 對 對 就小朋友的 小的去刷後面啊 對啊 就是側邊 後面 這樣 我跟它一樣耶 我根本就是整隻都是 我喜歡用小孩的牙刷刷牙 我自己 對 因為我就覺得每一個牙齒 可以刷得比較乾淨 所以可能也是因為我刷得 特別久的關係 真的 那要怎麼選呢 黃醫師 其實我們牙刷 千萬不要選太大 因為我們東方人 口腔通常沒那麼大 很多廠商是西方人的國家 西方人的廠商嘛 那我們盡量選所謂的 鑽石型 頭比較尖一點點 Diamond shape 那這一種 你就比較可以伸到後面去 那牙刷其實不用太大 你的牙刷的那個大小 大概可以涵蓋兩到三顆牙齒 就OK 像你這一隻牙刷算鑽石型嗎 這是標準的嗎 形狀算嗎 形狀算就是頭比較尖一點 那這種算嗎 這種也是 也算 這要鑽石型 所以形狀是符合的 然後再比這個小一點 然後再涵蓋兩顆牙 算它這個會算太大嗎 這個還OK 因為它頭是尖的 頭是尖的 對 電動牙刷呢 像我都用電動牙刷 我用好多年了 我覺得蠻好用的 電動牙刷 電動牙刷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螺旋狀的 一種是震動式的 像超音波 它裡面有一個實音在裡面 沒有超音波 我覺得他們的 這兩個主要廠商的 研究數據都很多年了 效果都很好 對 不過請各位 就是還是要練習 自己用普通的牙刷刷 會比較好 為什麼 可以自由控制一些地方 那通常那個 電動牙刷是設計給 比較行動不便 我正好說我都這樣好 你手常常舉不起來嗎 還是 有一點五時間的問題 可是我真的覺得 要刷到那個 足夠的時間 電動牙刷比較可能 因為你知道你都不用一直 這樣子就放在那 電動牙刷有計時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說 每個地方兩分鐘 對啊 OK 所以有面面去到 還在訓練自己刷 我還用輔助用牙線 那當然是很好的 對 你好懼怕的樣子 怎麼可能用到手了 不錯不錯 不是不良女性 一開始的用意是說 有些比較年老的人 他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面面去到 還是小孩子 像Ansel媽 帶了四個牙刷來 裡面還有新的 沒開封有沒有 他們這麼多就是因為 媽媽其實常常很困擾 你看到那麼多年老 買過牙刷 我還真不曉得怎麼選 對啊 因為我兒子就是才一歲多 然後我才剛才幫他 訓練刷牙 然後他每次幫他刷牙 就是嘴巴都不開 所以我就是這樣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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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他還是不開 所以我就是 一直換牙刷 有這種的 然後也有這種的 這種就是說 讓他玩的 他們是說三階段 對 讓他就是 有點像固齒器 然後 可是不曉得 到底有沒有效果就是了 然後後來就是選這種 有刷毛的 對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 這也是很軟毛 可是問題是 他好像很長 我就覺得說牙齒刷這個 會不會痛啊 這樣子 我覺得像以我自己的經驗 除了從小的時候 是用紗布以外 我只要 到他長牙齒的時候 我就開始用像牙刷式的 我覺得 因為他就可以蠻熟悉 牙刷這樣的東西 因為基本上 還是媽媽幫他刷嘛 他拿了只是玩 但是我覺得我兩個孩子 他刷牙的習慣 至少從小用這樣的方式 養成還不錯 是OK 對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樣是一個好的方法呢 不是這個 習慣養成 跟牙刷是怎麼選 那是不一樣的方向 你知道 像我兒子 只要看到牙刷 他是跑車造型的 他就要買 不管你牙刷的頭毛長什麼樣子 不管 女兒看到卡通的圖案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杜醫師 這個兒童牙刷到底怎麼看 很軟的時候 其實對牙刷斑沒有 機械摩擦清潔的效果 所以軟入度其實很重要 你的意思就是說 那像這一種就可以了 這個太軟了 太軟了 很小的被冰彩在用 我會建議它當作 還是當作過度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適當的 輕輕按 它不會變形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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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